今天是2024年5月26日 我和他彻底的分开了 可我真的好舍不得他 他在我心里的位置无可替代 多么希望时光还可以倒流 哥 你干嘛 这可是你们之间的结婚照呀 他马上就要结婚了 我还留着这些东西干什么 哎呀 他们不还没领证吗 现在你还有机会 听我的哥 现在为了孩子再去登起最后一次 行 那我就再去找他最后一次 如果这次结局还是一样 那我就彻底放手 说吧 今天来找我什么事 那个我带了个东西啊 给 这不是宝宝一岁的时候拍了照片吗 没错 你看里面 还有咱们的全家福 那时候的一家人是多么的幸福 再看看现在 你都已经离我而去了 对了 我还有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 什么事 咱们的大儿子在外面上学也回来了 他听说咱俩离婚了 心里面特别难受 费得让我带他来见你一面 什么 莫莫也来了 没错 他在车上呆着呢 过去看看吧 我说过去看看 妈 你没有开了吗 没有 那全都是我和你爸弄得玩的 听妈的话在学校里好好上学 等下次再放假的时候 妈和爸爸带你去有了园玩 你先上车上去吧 你过来 我跟你说句话 干什么你说 咱们明明都已经离婚了 你还骗孩子干嘛 莫莫已经不是小孩子了 她和她妹妹不一样 她也有自己的思想 我怕她知道咱俩离婚后 她感觉自己的家庭不完整了 在学校里面会受欺负 你说的这些我都懂啊 其实我今天来见你 就是为了这两个孩子 我希望你真的能认真考虑一下 只要你说复婚 我们现在就可以去民政局 重新把证给领回来 我家里人都来了 准备上来咱们结婚的日子 你怎么偷偷又跑出来了呀 那个兄弟啊 是我把他叫出来的 又是你 你听到成了他有意思吗 咱们走 别搭理他 孩子 你以后不要听别人瞎说 我和你妈妈根本就没有离婚 这是我给你买的烟卡 你在车上老是待着 等会爸就回来了 马飞飞 你记住 以后我再也不会为了孩子 低声下气的过来求你了 今天这是最后一次 祝你的人生 再也没有真爱 只有虚心假意的演戏 和欺骗 再见 再也不见 哈哈哈 或者是心有不甘 被回忆衬托的感肠存断 拆下你送的纸货